作为莫斯科第一家孔子学院俄方院长 义浮城见证了该院创建与成长的全过程 历经15年发展 2022年莫斯科孔子学院已有71个班 750人的规模 如今孔子学院已成为俄罗斯社会学习中文 了解中国文化和当代社会的重要窗口 9月8日 首届兰花奖颁奖典礼 在京举办 义浮城获得友好识者奖 日前 义浮城接受中兴社东西文专访 讲述华文教育在中俄两国间发挥的独特作用 从多年前在中文系求学 到后来成为汉学家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语言学院东风学系主任 孔子学院院长 义浮城表示 现代汉语研究是他开展华文研究的起点 深入学习中 逐渐过渡到道德经 论语 孙子兵法等著作 这些东西对我们甚至日常的生活有很大的价值 同时别的古文和古代汉语 所谓的古代汉语 它不是古代的 它也是现代的 因为是汉语书面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之所以要把这些东西灌输给俄罗斯的学生 还有课程逐渐变得比较丰富 现在就已经包括了古文文言文 现代汉语 一样理论等等 这也是从我的导师 郭锡良先生 学到的东西 还有其他的老先生们 他们对汉语文具有汉的水平 他们的态度 真的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中俄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两国人文交流日益密切 义浮诚认为 华文教育既是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关键 也在促进两国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和俄罗斯关系非常好 所以各方面的有合作 人文合作 经济合作和其他方面的合作 所以目前跟以往比较起来 中文普及的非常广 基本上在中学 大学 有经济大学 经济类学校 科技类学校 都已经有了汉语课程 我觉得两国的人民在各个层次上 最关键的是能够沟通 而沟通是靠什么呢 就是沟通靠语言 所以我觉得学习语言 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步骤 由易富城主编的汉语自学手册等教材 在俄罗斯被广泛采用 深受俄罗斯汉语教师和汉语学习者好评 俄罗斯在华文教材编写方面强调系统性 汉语教学也对学生提供了系统性训练 那一般来说中国人介绍自己语言的一些特点的时候 会说汉字有自行自因自义 这三者你必须得学好 在教材里面 我们基本上是要落实这些观点 所以我们可能是开始的比较难 但是以后从长远的这个角度来讲 这些能够保证他肯定能学好 作为俄罗斯华文教育的重要参与者 易富城认为 中俄关系世代友好 是俄罗斯华文教育发展的基石 在两国人文交流合作领域 通过加深对彼此历史文化 发展道路 教育教学方面的认识 深化华文在拓宽公众职业选择道路上 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才能更广泛地激发 俄罗斯华文教育的普及与发展